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哼了一声 哼 这 这不就是升职的机会吗 虽然不会找到的人就给他升职 但能替煞星 哦不 能替夏总办事 总归是有好处的嘛 夏小兰告诉汤洪恩 那是官方途径 告诉白珍珠 那是要在道上打听消息 至于怂包罗耀宗 罗家是蓬城多年的老土著 还当了两代村长 罗耀宗从前又是个混日子的 算是地头蛇 罗耀宗家里对他在启航地产当保安很不满 原本送罗耀宗去上班 是有大报复的 怎么能当个小保安呢 罗耀宗出事 差点死掉 罗家差点把启航的大门都砸烂 带着人去闹事 夏小兰没和这些村民计较 查出了罗耀宗是被人从楼上丢下来的倒霉蛋 罗耀宗大难不死 反被吓破了胆子 不再搞七搞八 开始把保安当成正经工作来干 罗家人一开始意见很大呀 这么长一段时间过去 发现罗耀宗居然真的踏实上班 没再和以前的同伴出去鬼混 因为征地补偿 村民们家家都分了钱 穷人诈富 兜里有几个钱的就不知道咋花 就有人盯上这些当了华国第一批拆迁户的村民 定力稍微差点的 很快就染上了吃喝嫖毒等坏毛病 没用多长时间 手里分到的补偿款都被败光了 反倒是罗耀宗 这个甘泉村村长家的败家子儿 因为老老实实在启航地产上班 正躲过了这些 如今 村里一些人家手里的补偿款没了 人也走了歪路 罗耀宗在启航从小保安干到了保安队长 罗家拿到手二十多万的赔偿款 居然没有损失 罗耀宗把这份工作看得比他爹 比他爷还重要 家里谁要质疑一句 他马上耿着脖子要死要活放赖 是的 罗队长在公司里要脸 瞧着人母狗样 自觉是个干部了 当然要装一装 私下里还是那个被罗家宠过头的混账 这混账也是有点变化的 对家里那些姐姐妹妹们比以前尊重一心 不愧没事就忽来和去 罗家人在重男轻女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时 罗耀宗还会说几句公道话 他亲爹 甘泉村的村长罗德贵 都认为自己儿子从楼上掉下来后摔出了毛病 却哪知道罗耀宗的苦衷啊 下沙行不就是女人吗 还有他跟踪过的那个和氏园 还有那个一夜小穷 这些都是女人哪 很可怕的女人 罗耀宗怕家里这些姐姐妹妹被欺负得太过 哪天也觉醒 摇身一变 那他岂不是 如今 罗耀宗再次接到命令 罗耀宗发誓 一定要抢先完成沙行的吩咐 沙行吩咐了他做这件事 肯定也叫了别人 他要抢在所有人的前头完成此事 罗耀宗回家 马上把任务摊派给了全家 罗德贵和罗老头子都是宠他又怕他 转手又把任务摊派给了村民 孩子丢了 大人多着急 城里有公安找 我们就偷偷在各村打听 看看有谁见过他 叫村里人帮罗家办点事挺正常 罗耀宗的公事就是全村人的事 罗德贵把村民召集起来开会 把田小燕的照片拿给每个人看 下面的人拍着胸脯保证 一定要找到人 罗耀宗站在他爹身边 咳了一声 打听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别搞得所有人都知道了 谢谢大家了 耀宗还会说谢谢呢 果然是在大公司干久了 村民们纷纷拍村长罗德贵的马屁 罗德贵官小派头大 矜持汉首 等村民都走了 才掉转头问罗耀宗 耀宗 你真不回来当村长了 罗家三代单传 村长的职位也传了两代 一直想让罗耀宗这三代独苗 以后也当村长 罗耀宗把头摇得像波浪鼓 不得 爸 你赶紧帮忙把这个小女孩找到 罗德贵真是无语 保安是啥 给人看大门的 就算当了保安队长 不亲自看大门了 真以为比当村长强啊 罗德贵想张嘴骂几句 又没说出个什么名堂 其实 儿子罗耀宗 这班上着也还行 当了保安队长 工资涨了不少 虽然不见罗耀宗拿钱回家 起码不败家里的钱了 每一次都能把落到头上的工作 做好的话 没准哪天 还真捞个精力当当 罗德贵发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罗耀宗走路 不缩脖子 不怂肩驼背了 好像 在启航继续上班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罗德贵自己看亲儿子 是带了滤镜的 觉得抬头挺胸的 罗耀宗一表人才 不禁也重重点头 你放心 这肯定是你的功劳 跑不掉 不仅要把人找到 还要耀宗亲自找到 哼 其他人 别想来抢这个功劳 对着田小燕一个小丫头 也算是布下了天罗地王 这样的规格待遇 用来找A级通缉犯都够了 为什么不大张旗鼓地找呢 夏小兰反复强调要低调 她不太想惊动夏紫玉 这回夏紫玉是把田小燕丢在 鹏城被她发现了 如果田小燕暴露 夏紫玉可能又会换别人来 那还不如就是田小燕呢 夏紫玉把田小燕丢回鹏城后 主动掐断了和田小燕的联系 那些隐秘的心思是不能见光的 田小燕真的干了什么 也和她无关 她就是发现资助的女孩子 品行不好 不打算资助了 又犯了什么法呢 然而 她带着田小燕 见识过了什么是天堂般的 有钱人生活 再一脚把田小燕 踢回原本的贫穷世界 有野心并且想法偏执的田小燕 为了能重新回港岛 又会做到什么程度 夏紫玉勾起嘴角 刘芬和夏小兰 本来就和田小燕有嫌隙 她只是催化了田小燕的阴暗面 她可无辜的狠呢 对夏紫玉来说 还有个好消息 她的生理期一向很转 这次已经延迟了三天还没有动静 夏紫玉摸着肚子 她觉得有一个新生命 孕育其中 现在还不能确定 再等等 等她能确定怀孕 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杜征荣 哎呀 也不知道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最好就是杜征荣的 她之前也是太着急了 才三个月就急着要戒种 都是刘可莹那贱人 耀武扬威 逼得她失去了理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